第十三題 實驗室中有三杯溶液甲氫質濃度等於10的-2次方大胺200毫升 以氫質濃度等於2乘以10的-2次方大胺300毫升 並氫質濃度等於10的-3次方大胺800毫升 則三杯溶液中的PH值大小順序為何 PH值就是氫離子的墨濃度 所以它跟它的體積沒有關係 所以它給我們的200毫升、300毫升、800毫升是沒有用的 那麼我們根據我們PH值的定義 甲的氫質濃度是10的-2次方大胺 甲的PH值就是2 那麼我們的丙的PH值就是3 那麼乙的氫質濃度是2乘以10的-2次方大胺 比10的-2大 那我們曉得氫質濃度如果越大 PH值就越小 所以乙的PH值會小於2 因此我們知道誰最大 丙最大 誰最小 乙最小 所以是乙大於甲大於乙 所以第十三題問我們說 則三杯容易的PH值大小順序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A B 大於甲 大於乙